今天呢,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网,怎么样能打得远,这个方法呢,应该注意什么,咱今天就讲讲这个,这个网呢,是酒精来种,钓好都有四米来高,是一个柿子的眼,然后呢,咱试试哈,咱就用它远头,其实越远头的网吧,网也有一个大的选择,网也有一个大的,远头呢,比较给力,因为它不兜风, 你要,你要是用一个小蜜蜒网,你远头的话,肯定就有难度,所以呢,一定要动大蜒,线子不能太粗,它适合远头,最起码你都有一个适合远头的一个网,然后再注意方法,注意发力,就能把网打得更远,话不多说,咱开始啊,然后离网呢,还是给正常离网都一样,弹出一个圆圈来,然后呢,开个洞门,开个洞门就这样,抓个两三个洞, 左手抓住它,搭在这里,离网的时候呢,这个地方呢,离的时候起步要高一点,平常离网都从膝盖下方,这个地方从膝盖上方,起步高一点,就是说,离的这个鞋面呢,不会太大了,有点鞋面就可以,有点小鞋面,离的网要长一些,往长就是从坠子到手的距离长一点, 因为网里的长,摆动幅度大,容易打得远,然后这个地方呢,再扯个两三个洞吧,两三个洞,就行了,就这样抓住,拖网的时候呢,就这样拖高一点,拖得高一点吧,这个网呢,往长,拖得高,然后呢,往容易摆动起来,所以说呢,这样呢,打的时候,只要摆动的幅度越大,往发力的力度会更大, 你想想吧,你要是死亡,想要往,你剪在坠子上方,就抓一点点,你往外甩,你肯定甩不远,是吧,发力一定要,看打的时候吧,一定要把对往那挡起来,往回来的时候,接触这个惯性,然后右手,使劲率快一点,要猛一点,然后抛出去的时候,是两只手同时抛出的,就是前面,前手拎,后手送,必须在两只手结合好,才能打得更远,咱打一网哈,再看看哈, 刀长,往前,往后,走